大前天网友粉丝在直播间问我 同价位十多万买车 奇亚自跑和丰田风兰达 哪个质量更好一些 哪个后期更稳定 那我想问一下视频前 进入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同价位质量管车的 你会选哪一个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质量管车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谢谢大家 那么首先质量管车都是定位紧凑及SUV 价位上都差不多 十二十万到十五六万这个价位 那么哪个更值得拥有呢 哪个更好呢 丰田方的拿靠着啥 靠着就是这个丰田俩这在卖车 靠着品牌养力在卖车 所以这个车吧 如果换成国产车 换成别的车型的车标的话 他别说卖十二万到十六万了 就说卖七万八万 我认为都必定有人买 二人生产业信息 将CVT变入腔 谁会去买呢 是不是 这也是挂成丰田标了 还有人在舔他 知道吗 还没舔够 是不是 首先啊 这个起压自跑 他的整台车的高强度高 就使用70%到80%的一个比例 A都B不衡了测量 驾驶人脚步后管 就使用了这个大量的热身性钢 所以车的安全性呢 要比这个弗伦达更好一些 他俩重点区别在哪里呢 是发动机和变动性 大家千万不要选错了 这里都差距太大了 买完后悔你来不及 不然 虽然他俩都有这个2.0T版本 这个自跑的有1.5T 无论在亚版本 1.5T中央在亚呢 我是不建议购买 虽然动力更好一些 有无论在亚的加持 是吧 但是他匹配个七两的干式双离合 如果是匹配私似的 还可以买干式的吗 他这个私学代步呢 里面摩擦片 容易高温 一高温就顿错一响 所以说以后这个寿命也不行 容易坏掉 就是我是不愿意购买的 死多少买次 老百姓买成吗 皮私奈兆更重要 是不是 不能用一点点的动力 失去他变速箱的耐用性 是不是 买进买他的2.0升 他匹配的是一个 派国泰6ET变速箱 这款变速箱 像和现代X35的同款变速箱 非常好的一款变速箱 换脑预计 升党 都是非常的顺流的 不投进带水 换脑预计非常好 而且质量是非常皮私耐用的 那么凤兰达 虽然匹配的是一个 2.0升的质量器器 匹配一个CVT变速箱 这我动作种上是和容范一样的 虽然马力更好于170亿马力 但是这个CVT变速箱 跟这个派国泰6ET比 那是天地之差 CVT变速箱 优点没有任何的顿捉 平顺 但缺点是不可以激励暴力驾驶 虽然是里面 它安装了起步齿轮 但起步齿轮也很薄 起步的时候 用了齿轮去带动 然后速度起来之后 总会盖钢带去传入动力 但是它不可以激励暴力驾驶 是吧 质量上也是没有 这派国泰6ET好的 耐用性也不如好的 就是驾驶质量也是不一样 驾驶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或者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虽然是2.0升的质跑 是161的马力 小了4马力 但是这个派国泰6ET的加持呢 动力起步加速 也比你的富兰达要更快速一些 两台车的熊挂天地之差 虽然两边都是前麦夫逊的熊挂 后面的富兰达是扭力量的 自跑人是多连杆的独立熊挂 是吧 那输入度绝对是不一样的 成本也不一样 人家是开你的质感就不一样吧 是不是 那么实际熊挂的厚度 粗度 所以说自跑也要比这个富兰达好太多了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两款车呢 必然你买 都要买这个自跑 要比富兰达好太多好太多了 底牌升起来 富兰达底牌没个丑没个宽 你这个车子开成100麦 你再看到下面底牌的杂质用料 你都感觉下瘾 知道吗 太单薄了 是吧 丰田方兰达靠着啥 靠着就是这个丰田俩这在卖车 靠着品牌仰力在卖车 所以这个车吧 如果换成国产车 换成别的车型的车标的话 他别说卖三十六万了 就说卖七万八万 我认为都必定有人买 二人生产业信息 加上CVT变数项 谁会去买呢 是不是 这也是挂成丰田标了 还有人在舔他 知道吗 还没舔够 是不是 所以这两台车 我告诉你啊 就是自跑更好一些 那没有开过或者买过 再来我车的车主和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